據網友發表的視頻顯示 上海董家渡3號地塊強拆 戶主自點鋼瓶 不僅自己被炸死 而且拆房隊員也被燒傷 附近居民沈女士表示 這塊地剩下幾戶還沒拆遷 開發商已經樹立招牌要賣樓盤 29號60多歲的屋主點燃煤氣罐抵抗強拆 當場炸死自己 嚴重燒傷一些強拆人員 事發後死者家人下落不明 網友還分享了一段11月2號 屋主拍攝的該地塊強拆房子的視頻 據瞭解 由於拆遷不償過低 屋主買不起附近的房子拒絕搬遷 結果遭到強拆 公開資料顯示 在上海市黃埔區外灘金融及巨帶核心位置的董家渡地塊 由多個房企瓜分 其中13、15號地塊 在2014年由周明投以248.5億元拿下成為帝王 2019年由上海房地產巨頭綠地接盤 清潭的記者雄斌李佩玲採訪報導 請問一下